行 我还是觉得这个好 苏达 差不多得了 得弄到什么时候啊 我说马上就好 喝一口 苏达 你干吗喝客人水啊 咱们店又不是没有 老板娘 你这是干谁啊 这么大气 也不怕自己给气老了 本来也不年轻 老点也无所谓 老板娘 今儿呢我有件事得给您说明白了 是这样的啊 苏达呢 她是我男朋友 你说什么 苏达 她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梅梅姐 她是我的 不是 我是她男朋友 苏达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梅梅姐对你那么好 是 梅梅姐 您是对我挺好的 可是 停 我说老板娘 你是不是有 妄想型恋爱组合症啊 您看看您 就您这岁数 加上您这身段 还有您这样貌 您跟苏达的般配吗 不是她看不上你 是你俩太不合适了 你就不应该琢磨她这颗菜 你胡说 我不就年龄大点吗 除了这点我们俩 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再说了 当初要不是我把苏达 收留在店里 她现在还不知道 去哪儿吃饭呢 苏达 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 梅梅姐 你不能这么说啊 我来店里只是为了打工 我可没有别的心思 安妮 你先进去 我去请车 嗯 小心点啊 好了 苏达 你实话实说 梅梅姐姐有点心思 你是不知道的 你还是装糊涂 这我说老板娘 这就是您不对了 这甭管您对苏达 是什么心思 您都不应该利用职务之辩 强取豪夺是不是 再说了 但就算苏达没打算跟你怎么着 你也不能说她忘恩负义啊 苏达 你就那么不喜欢梅梅姐吗 我说老板娘 我再跟你说一句 苏达她是我男朋友 代代 程总 挺巧的呀 你怎么还跟她在一起 我跟她在一起怎么了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天经地义 我作人专一 我们俩不离不计 您有什么意见吗 你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让你离我女儿远点 你怎么还没人了纠缠她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没看见是你女儿 缠着苏达不放啊 你是谁呀 我是苏达的女朋友 我才是苏达女朋友呢 代代 你看见了吧 她跟这种女人纠缠在一起 你还跟她混在一起 我跟她混在一起怎么了 我乐意不劳您费心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明明是你女儿不好 你把手放开 我不 我就不 放开 苏达她你 苏达她你 你苏达你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我现在就把你带到 周冬芳明天 让她好好管教管教你 我走 我不走 你苏达她还不去 我回家 这有搞什么事啊 你苏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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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苏达 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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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达她 苏达她 苏达她